我是在2021年的春天来到田西村 那来到这里呢 最主要是前一年 2020年 我知道国家有一个新的目标 能够2030年达到碳达峰 2060年达到碳中和这个目标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任务 尤其在农业环节上 简单来说 其实最早我们古时候的 这个处理农业废弃物的方法 就是重养结合 那个时候不叫做废弃物 都叫宝 任何一个农家 他一定有一块田 他可能种了粮食 种了菜 种了花果 他也可能养了一些牛 为了跟你也有养猪 养鸡养鸭 那么这些虚型粪便 就是我们农田最好的肥料 而这些节感呢 或是这些粮食呢 又有一部分给动物们吃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 自古以来就有的重养结合模式 这是我们中华传统的智慧 那现在呢 重养分家 那现在这个废弃物的处理 是一个很头疼的事 我们提出的方法 还是想用重养结合 把很多的乡村的力量 组织起来 你有粪便 鸡粪 你有猪粪 那我这有节感 那我们合作 一起来生产有机肥 那透过这个方法 大家再把这个结果 再还到我们的土壤里面去 这是我觉得最好的 一种乡村真心的一种 透过农业的这个操作行为 一种模型 把大家凝聚在一起 这突然就更好了 那这解决的第一个方法 就是废弃物怎么处理 第二个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 如何短时间省空间 你想看 堆肥是要空间的 堆肥是要时间的 那现在这么大量的废弃物出来 如何在很小的空间 很短的时间处理完 那我们提出的就是 免对技术 把这个废弃物的粪便 跟结感粉碎之后呢 搅拌 加上煤 这么一个催化剂 它就能够很快的 在三小时内 把这个废弃物变成有机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